昨天上午,性感女主播柳妍及超模李爱现实上海,以嘉宾的身份出席某品牌内衣的新品发布会。 活动当天,柳妍无疑是全场的焦点,一袭紧身低胸短裙,加上若隐若现的黑色蕾丝内衣,净显妩媚动人的女人味。 而既柔火的身材,傲人的上尾,也顿时谋伤了现场,非礼无数。 日渐,因其主演画壁而人气飙升的柳妍,每每以性感装扮现实的她,也是惹来不少的争议。 在影片的全国宣传当中,柳妍低胸抢劲的新闻更是层出不穷,其65亿的丰满尚围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 采访当中问及是否建议自己的名字与丰满尚围相提并论时,柳妍自信地表示自己将会继续努力保持胸部的美观,才对得起大家的期待。 不会不会,我压力好大,就是我一定要保证她胸部的美貌,不能让她下垂,要抵抗地心引力。 对,确实有这样子的65亿的压力,确实还是挺大。 我一定要好好保护她,才对得起每次大家的期待。 会往前坠吗?跑步的时候? 我现在保持她还可以。 不是,不是说她坠,就是说她坠。 跑步怎么会坠呢? 会往前。 她只会浮动。 就是跳跃是吧? 对,假的就不会。 那么很容易满足的委员 Mud Hanım记忽 wasting indipe白عة。